昨天还在演公主 今天上班就被通知开除了 就算你长得倾国倾城 TVB毫不客气 本期的布罗旭刀刀就和你聊聊 那些被TVB主动开除的女演员 现在都还好吗 刘玉婷12岁就从TVB议员训练班出道 18岁最好的年纪 就和TVB签了长期合同 准备大赞一场 可惜她还没有迎来属于自己的机遇 就被高层开除了 关于开除的原因有人说是 刘玉婷父亲病重 不得不回家看网 但剧组不同意 说邓翠文家亲人去世了都坚持拍戏 说她不敬业 因为家里催得紧 刘玉婷义无反复地走了 等她回来就收到了辞退信 原因是无故矿工 违反劳动合约在先 公司没追究你责任就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 刘玉婷不服从公司安排的角色 提出巨演把高层给得罪了 所以TVB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就把她给开了 不管什么原因 公司对她太残忍 毕竟小姑娘12岁就认定了TVB 被东家赶出去的时候 刘玉婷一枚作品二枚人脉 只能去影视公司碰运气 家和看她长得漂亮 再加上老板向来喜欢和少衣服对着干 TVB欺负的人 他们不问理由全盘接收 刘玉婷的事业终于走向正轨 在家和她被称作五朵金花之一 和王祖先也好姐妹 有钱被带着刘玉婷的事业大踏步前进 也许是她对电视台还不死心 在家和混到知名度后 刘玉婷顺利进入了亚世 在拍仙贺神针的时候 刘玉婷和温红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1996年 刘玉婷迎来事业小高峰 从小花旦变身穷摇女郎 在一连幽梦中塑造的秦雨秋 让观众印象深刻 但可惜她这辈子确实没有什么红韵 2005年刘玉婷就嫁人退圈了 记得她被TVB辞退的时候 还有港媒说是因为她拒绝潜规则 惹怒了高层 走的时候哭得梨花带雨 想击鼓鸣冤都没有地方去 不得不说 那时的TVB确实太嚣张了 现在的TVB是没啥年轻人想去了 当时人家捧心无数的时候 开出一个美女就和轰走一只蚊子一样简单 丝毫不负责任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黄造石吗 就是《八三版社雕英雄传》里的《华真公主》 当年她当主演的时候 刘嘉玉只是府里的一个小丫鬟 因为扮相漂亮 黄造石和翁美玉杨盼盘并称为社雕三美 黄造石出生在厦门 父亲怕文革给家人带来危险 于是心惊胆战的带着全家人来到香港 她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创造新的时代 新的人生 所以三岁的黄造石就有了全新的名字 黄家有五个儿女 但父亲认定黄造石是吃明星这碗饭的 所以闲暇时期总是带她去剧组晃党 希望碰上好机会 当导演许冠文看到黄造石精灵可爱的眼眸时 对她说 长大后你准情 1979年黄造石中学毕业 父亲立马给她报名的TVB第87语言训练班 那时的黄造石还没有当全职演员的兴趣 所以白天去训练班上课 晚上就学日语 训练班毕业后黄造石的星图怎么说呢 算不上差 但也得不到力捧 毕竟那时比她漂亮 比她学历高的女星太多了 看着别的女同事 今天拍戏明天上综艺 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 黄造石有了走学的冲动 其实私下走学这种事 只要不和主业冲突 只要不去敌对公司 高层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可惜黄造石偏要两个底线都触碰 不仅接私活怠慢TVB的攻击 还保持亚视剪彩 高层正想敲山正虎 整顿一下一人接私活的现象 黄造石就成了那个最典型的靶子 幸运的是黄造石刚被TVB开除 就接到了亚视的邀约 偏约一步接着一步 不仅如此 徐冠文还请她当电影女主角 拍的第一部作品就荣获超高票房 黄造石的自行星瞬间爆棚 为了更快成名 黄造石选择铤而走险 和叶宇清一样去拍成人片 可惜衣服脱了 结果却十分糟糕 很多观众说她辣眼睛 不会撩就别硬撩 1993年后黄造石就退圈了 因为她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了 当她再次出现 已经成为香港民政事务局副局长的太太 曾经的故事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刚介谭小环有点高估自己的实力 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 以为可以骂老板了 结果前脚刚和媒体 抱怨完TVB有多抠 后脚就被公司通知 卷破盖走人 本以为没了工作可以投入男友的怀抱 可没多久就有媒体爆出 谭小环在街上卖鱼蛋等等 她不是毕业于英国波斯顿大学吗 不至于找不到工作吧 还是说明星卖鱼蛋更有噱头 一本万利 再说她那个有钱的男友 原本就是个花心大萝卜 追过梁佩山向海澜 但可惜只有谭小环 做着相夫这样子的美梦 在媒体拍到男人花心的证据后 谭小环照单全收 说是自己本毫不努力 才会让男人感到压力和负担 于是她在铜锣湾租了一个小摊 放下港姐光环 轻力轻微在档口卖鱼蛋 她起早贪黑 逐渐让生意走上正轨 还开了分店 就在这时渣男查出了肺癌 谭小环不仅没有远走高飞 还一边照顾生意 一边帮渣男抗癌 我都被她感动了 很多人慕名而来 想照顾一下她的生意 毕竟TVB女星还是有光环的 可谁知人家还瞧不起大陆游客 在大家的曝光下 她的鱼蛋生意差点就黄了 不得不说同事港姐出道 她和奢侈卖的情商相比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你认为呢 远远去长期来关注 快想看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咯